也是令遠哲的稱奇 沒有想到說台南這個4歲的小朋友 他開BMW的車子 說肚子餓了 翹家 跑去買麥當勞的薯條 人還滿安全的 對 看到這個新聞 我媽回想到我自己 我媽媽跟我講的 我3歲的時候 我自己3歲 把我爸爸買給我那種沒有動力的 一個類似火車頭的那種塑膠車 我3歲 推…推到10個block以外 弄到我媽媽去報警 這是40年前的事情 今天這一個4歲的男童在台南 他不是推一個沒動力的車 他是肚子餓 想吃麥當勞 然後他想開車去買麥當勞 OK 然後他父母親來睡覺 他就先拿了一些零錢 零錢是要去買麥當勞的 然後他就開一個車子來代步 開一個主持人剛才講到BMW 他是一個I8的兒童玩具車 小朋友的車子 對 小朋友車 他是開那個時候代步 才4歲也開到 電動車吧 電動車吧 對 電動車 好 現在講電動車就是說 為什麼電動車現在可以載小朋友 而且這個時數大概約莫8到10公里 以小車來說是滿快的 而且我們看這個報導 這個兒童他其實開了近3公里 就開在一般的公路上 身為好心的騎士發現 怎麼小孩子看起來那個架勢 就像在開車一樣開在公路上 然後把那拉到早餐店 再請員警來處理 今天這種電動車的發展 就跟真正的汽車的發展 有一點類似 怎麼說呢 我今天帶了一個簡單的模型 我剛帶過來的時候 小偉胸懷跟我一樣 馬上就復古風的感覺就來了 就是我右手這一個 是一個模型引擎 這是一個吃酒精的 加潤滑的一個模型引擎 左手邊這是一個電動馬達 現在以這種 不管你是定義它的模型也好 或定義它的玩具也好 現在所有的動力 都是我左手這一個電動馬達 而不用右手這一個引擎 為什麼 第一個當然引擎 大家都知道吃燃料 環保 然後引擎不穩定 你可能代數要七 八百轉 然後最高轉 可能只能拉到五 六千轉 然後效率最好 只有在3000轉到4000轉 好麻煩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好 今天如果說是電動馬達的話 第一個 它沒有環保的問題 它不吃油 它不排煙 然後不給電的時候 轉數是0 然後你開始要讓它轉的時候 從0開始到10萬轉 聽清楚 我剛才講這個引擎 最高也不過6000轉 而且效率高只有在3 4000轉 電動馬達從0到10萬轉 完全給你自由控制 電力馬上出來 對 所以現在就算是 這一種模型或玩具 全部都電動馬達化了 好 這個部分 包括真的汽車 包括這種兒童開的這一種小車子 也能夠你看 它開了3公里 而且電還很夠 因為這種兒童車 可以跑2個小時 充電6個小時之後 可以跑2個小時 然後還可以透過 因為我剛才講 為什麼現在這種電動馬達 除了效率高之外 還可以有那麼多好處 因為它可以透過電腦去控制 以前的車可能突然間踩一下 油門可能太多會衝一下 然後踩到底又跑不快 很不限性 現在的即使是一台 大概就台幣1萬塊的電動車 因為電動馬達被電腦控制了 脈衝控制得非常非常精準 那個踩油門的線性 比我們開的汽車還要好 還要更順 對 更好 甚至還推出說 你今天爸媽如果擔心的話 這個兒童車 還可以跟爸媽的手機APP連線 它本身可以有APP 有Wi-Fi連線之後 我今天 我這個小朋友 只有2歲 我把油門設定在更柔和 更線性一點 讓小朋友怎麼開都很慢 如果小朋友5歲比較會開了 就把它開稍微猛爆一點 可以這樣調整 有Wi-Fi設計 是…非常非常棒的設計 好 我們現在看到說 好 你性能好 但是樣子要很棒 像小朋友2歲 3歲 認的車可多 所以我們看到圖面上這個 包括左上方這個野馬 當然基本架構 就是我剛才前面講的 它包括底盤 電動 然後開起來很線性 甚至還有跟真的車一樣的 懸吊系統 真的 有Cousine的 有Cousine的 然後更加甚至 我們很多目前 我們大人在開的車子 我們現在開車 很多車還沒有電子防滑 循跡系統 這一個也約莫就台幣1萬塊 給兒童開的Mustan 這個Mustan已經有電子防滑系統 如果說今天小朋友 不小心開到一個 有油漬或水漬的路面 有打滑一下的話 一樣 我跟妳講 電動馬達現在太厲害了 就算小朋友沒有踩煞車 油門還踩著自動斷電 這就是電子防滑系統 甚至如果說小朋友 不小心翻到水溝裡面翻車 一翻過去 整台車還會自動斷電 獨麼…的安全 你說這樣子很棒是不是 不夠… 我也要記得我們前幾季才在講 什麼美國的肌肉車 這個Mustan就是一個肌肉車 我剛才跟在聊的時候 這個引擎除了效率低之外 但是有一個砰砰砰的聲音 很多人覺得聽起來很過癮 這個兒童車馬達沒聲音 它音響裡面還可以模擬 美式肌肉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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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模擬給你聽 對 這功能非常非常的完善 包括左下方這個Tesla的Model S 這個真的Model S 一台要400萬左右 台幣 對… 這個兒童用的Model S 也是約莫 就是7 8000塊台幣 功能很完整 右邊那個看起來像GOKA 這個更厲害了 這個除了我剛才前述 那些功能基本上都有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地理 地理防撞 什麼叫地理防撞 聽起來好玄喔 就有類似說 我們四軸空拍機 不是很危險嗎 進入飛航區什麼 軍事會被拍到 所以在你的這個GPS地圖裡面 就設定好 這些區域四軸機是 你硬要飛都飛不進去的 就類似這樣的系統 媽媽設定安全範圍 對… 小朋友不能跑太遠 是 所以它現在這個叫Aero這個車 除了我剛才講APP可以控制之外 還可以自動設置它的範圍 就小朋友開到一個 被媽媽設定的範圍 因為GPS一直知道你在哪裡 你就過不去 即使沒有牆壁 沒有阻隔 但是有電子阻隔在那邊 非常非常的先進 所以說這種車可以講說 能夠滿足大人需要 可以滿足小孩需要 然後又能夠相當安全的行駛 所以我們看 包括這個4歲的兒童 當然我覺得運氣也有一部分 也安然的 幾乎快買到麥當勞了 所以在英國有一位叫做 Tina的小女孩 小網紅 她覺得說我要把我的日常生活 希望她爸爸把我拍到YouTube 給大家看自己想當網紅 她就真的開了一台 這種兒童電動車 也成功的 也是開到麥當勞 還開到Drives Thru 開到那個得來術 成功買了得來術之後 把車停好 在車上享用這個美食 拍給大家看 造成600多萬的點閱